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的小姐家TV秀 最近的大事被YouTube上面的iPhone14 被西班洗到快瘋掉 所以這一集大家不用擔心 我不是要來開箱iPhone14的 大家知道嗎 其實在Apple的發表會上面 真正的主角 真正的壓軸 並不是iPhone14 那到底是誰呢 世上的真正的壓軸 是被號稱史上地表最強的 智慧型手錶 Apple Watch Ultra 來開箱囉 有沒有覺得非常的期待 有 知道嗎 其實這次蘋果發表會 這麼多產品 只有一項 是讓我一看完之後 我完全沒有任何猶豫 我心裡就跟我自己想說 一定要買 只有一項就是這一個 現在都設計得非常的那個 唉唷 裡面是藝術耶 因為這次它的理念 就是要做極限運動 去登山 去越野 所以你看它整個包裝 它設計得非常的 就是符合它的 一個意境這樣子的 還有功能性的部分 這就是他們的那個說明書 然後變成這樣子是不是 這讓我想起 我一開始買的第一代 Apple Watch 我先來看一下實機 欸怎麼又有 好漂亮喔 這個是錶帶 欸我跟你講 它這次很多錶帶 我特別選的錶帶 是它的招牌主打色 超美的 欸我怎麼覺得 表面變好大 它的表面的大小是49 欸這樣女生會不會太大 欸好像不會喔 欸好漂亮喔 欸很有質感 這個是鈦金屬 好有質感喔 它上面這個表面這一塊 變好有質感喔 因為它要防止被撞到 所以它這個 很像我特意的把它做高一點 喔 哇好美喔 還有我看到一個亮點了 刺刺的配色 它這個好可愛喔 拖了這一個 然後我發現 它是不是這邊不太一樣 對這個就是因為 很多的極限用戶 他們可能要去登山 會戴手套 那戴手套的話 如果你這個轉輪 跟以前設計 像小小的 你就不好轉 所以它可以把它設計大的話 在你再轉的時候 就會很輕鬆 好貼心喔 欸這個真的很貼心欸 確實 如果你沒有在做極限運動 就像你剛剛說的 我們登山的時候 其實很冷 一定戴手套 那你沒有這樣子的話 你根本不知道 有這樣的一個小小的 貼心的功能 那旁邊這個部分呢 旁邊這個也是 這一次多的一個按鈕 就是它也可以 自定義一個功能 就是說快捷鍵 比如說求救啊 或者是照明燈 這邊都可以設定一個 另外它的這個鏡面 它是採用藍寶石鏡面 很保濕是什麼概念 刮不壞 就是比較耐刮啦 所以我現在也可以 不行 它真的好漂亮喔 很漂亮 真的很美 它實際的差距 可能這樣看 看不出來 對啊 拿舊款的來比較 其實沒有 你看光看舊款 其實也不醜 大概就這樣 但你新款一拿出來啊 欸我的很有質感欸 欸差很多欸 你夠質感 我就說了 我剛剛就說這一塊 上面的這一塊 你看從側面看 它是不是多了 上面這一塊 質感 爆棚 欸這我覺得如果高階主管啊 企業家或是什麼 帶其實就是整個 就不會覺得 這好像有一點小家子氣 對 有些人喜歡帶大錶 這個絲乾 雖然很大 但重量其實沒有到很重 我來看看 我來測測看 盲測 有啦 有重啦 有重一些啦 但是不是可以接受的 我覺得是可以 因為現在有很多人 都已經有在帶 手鏈啊 配飾什麼那些 其實是可以接受的啦 然後啊 它的側面啊 也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剛剛所說到的 有沒有 有沒有 它的這滾輪 然後再轉過來這邊 剛剛有說到 多了一個快捷鍵的一個 有沒有 然後它的喇叭 也多一個 對 不是它喇叭好大 所以你電話來的時候 會很大聲是不是 那我們再看到背面好不好 欸它怎麼那麼多小細節 你看背面有多漂亮 因為背面這次很不一樣 你知道為什麼嗎 Ultra它是有史以來 蘋果第一個手錶 是可以潛水的 因為像我們以往的手錶 它不是都可以防水嗎 對啊 其實就是一般的防潑水 可是這次的Ultra 它可以潛水 真的可以潛到裡面 對可以潛水 去做一些極限運動 那它可以多深呢 所以你看這邊 錶後面它是不是很多 有四個螺絲 對 它就是為了 加強它的防水能力 哦 對所以它可以潛水 100公尺 100公尺 舊款都是50公尺 所以多了一倍 可是以往的產品 蘋果都沒有說 刻意去強調 對可以潛水 但是就是潑水 防潑水這樣 但它這個特地的強調 所以是第一次 哦 等於其實不是多了50啊 基本上是從0到100的概念 對有經過蘋果認證 那你就真的可以放心去潛了 潛了有事就找蘋果 然後因為是太金屬的結構 所以你可以去海裡面 海裡面也沒關係 因為一般人會說 欸海會不會腐蝕對不對 對啊 可是這太金屬 所以它也是最堅固最耐的 一般的像鋁的啊 可能就沒辦法 那這樣很好欸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在到海裡的時候 還是會把它拔掉 那如果說有電話 超重量資訊的時候 你基本上手機 就不可能一直放在身上 那有了這個 其實你還是可以接到一些重要的通知啊 這錶帶 決定不是要買給我 這個女生很適合 這太大了 太大了 你看到本人又有經驗一下 因為我想說照片 就差不多是這樣顏色 它的這個 好精緻喔 好亮喔 這個要皮膚白皙的 你看有沒有 顯色 你手伸出來 你看 整個黑掉 顯色啦 我戴上去給你看 欸你有沒有看到細節 他連這個都太金屬 他連這個都太金屬喔 所以防刮 一般是刮不到啦 但是這就是小氣節 你就會覺得 欸好有質感 很有質感對不對 對 然後你看看 他這次的錶帶 也是很特別 它是用勾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怕你會掉 因為在做極限運動的時候 就是怕手錶會掉下來 所以它這樣勾住了 其實就是非常地牢靠 基本上是不會的 因為以前可能 磁吸飾或是什麼 但你做極限運動的時候 通常可能會碰撞 會鬆脫這樣子 很貼心 它其實真的是 否那個極限運動的 有違和嗎 不違和啊 這我的錶哪裡太大 欸這大小 其實女孩子也是蠻適合的 我覺得 perfect 很ok啊 而且其實這個顏色 一開始也是會怕怕 因為覺得太亮 可是其實也還好啦 我覺得就是 百搭 你看配白色配黑色都ok啦 好漂亮喔 而且它這個大小 現在回頭看看舊款的 嗯小朋友玩具 你就會覺得 這就是有點 你知道嗎 小夾子氣 對 但是這個就會覺得 它功能很豐富 然後你知道它還有什麼功能嗎 很適合女孩子的 就是它有一個體溫感測器 體溫感測器 這個可以拿來幹嘛 你們知道嗎 就是像女孩子 不是都會有生理期 生理期來的時候會怎麼樣 嗯 我知道 女生生理期來 為什麼會那麼早樂 體溫上升 對 所以它就會監測 那監測你就會通知你 就說欸 你生理期可能快來了喔 你心情可能不要那麼浮動喔 不要遷怒別人喔 這我就覺得很棒 欸我現在還在用傳統的 就是在那邊數28天 然後寄在筆記本嘛 因為我常看到我的 然後就在那邊數啊 對不對 然後這個就可以自己測我的體溫 因為有時候我一爆照 你是不是都跟小孩說 欸媽媽那個可能快來了 然後我想 對我那個快來了 所以你看 現在未來就是會有人通知 你說你那個快來了喔 你要注意你的情緒喔 那可以錄製嗎 就媽媽的那個快來了 然後小朋友聽到的時候 就可以不要惹我 媽媽的那個快來了 媽媽那快來了喔 那我再說說他還有什麼不一樣的功能 還有喔 他特有的 就只有他有的 因為剛剛我們開箱的時候不是有說到 他有一個雙揚聲器嘛 他的功能其實不只是通知而已 另外一個功能就是求救的功能 求救 就是當你如果在爬山啊 或者在做什麼事情 你發生意外的時候 你不能講話的時候怎麼辦 你就是直接按 他就會發出86分貝的警笛 通知 大概150公尺到160公尺 欸你這邊發生事情了 意思是說如果我今天不小心被壞人綁架了 然後我就把它按下去 然後他就會發出很大很大很大的聲音 然後幫我求救這樣子 不是 你發生意外 你就只用叫了就好了 不是啊 我被 這樣子啊 所以我要按啊 但我現在有點假 那如果我這樣子又被這樣子怎麼辦 其實不只是在做運動的時候 就是你在戶外的時候 你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欸這個也可以拍到用場 好我們現在要來測試那個靜名聲是不是 對他說可以 很遠很遠的去就聽得到 我們來看到底有多大聲好不好 欸他這個聲音 比我想像中的大聲很多欸 所以你剛剛在那邊是聽得到的 完全很清楚 但旁邊都沒有人要理我欸 欸我再問一下 我個人非常非常在意的就是電量 因為你知道我那隻現在被彈在那 就是五到半天 基本上我只要沒充電 隔天就震王這樣 就沒電了 對那這麼大隻 他的耗電量 我跟妳說這也是他 歷典來最省電的一隻 他可以連續使用36個小時 兩天多欸 沒有啦一天半啦 大概一天半左右 就是連續使用 而且未來蘋果會釋出一個更新 他可以在低電量模式 連續使用60個小時 等於說其實我如果可能只是外出 短暫的可能一天 兩天的就是旅遊或是出差 其實都還堪用 因為可能四五點就下班了 對就是不用再額外再帶那個 充電器很麻煩 想要帶都可以 但是如果真的不小心帶 他的那個時間已經幫你拉長了 所以這一款啊 他的省電真的也是 很吸引人的一個地方 像他的鏡面啊 這一次 除了他是藍寶石鏡面之外 亮度也是歷年來最高的 像我們這一款啊 五代六代七代八代 全部都一樣 大概就是1000尼特 他的亮度 可是這一代啊 他到了2000尼特 所以有差別是什麼 差別就在於說 你在戶外 太陽在照射的時候 你可以很清楚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他的文字 他的數字 喔 原來這是他在這邊 確實我們有時候照外面的時候 我死命的滑溯 欸我是不是 你給他看角度 你就欸 有點不是很清楚 就看不到這樣子 然後都要這樣子才看得到對不對 可是這一次不用了 他到2000尼的兩倍 今年的八代他也沒有 像我們去爬山啊 時間 數字 數據 那些 都是非常重要的 對對 OK 那我們現在講那麼多 是不是應該把它開機一下 看一下 開機一下 那我先把它拔下來對不對 欸欸 這鏡面 超美的 有沒有差很多 很剛好欸 現在會突然覺得 舊款的有點太小了 對而且重點是 我覺得那個 不知道是色澤的關係還是什麼 那個解析度 看起來這個就是很清楚欸 然後我要提一下 他這邊對不對 對 如果我現在在晚上 欸我突然 我不想要他那麼亮 該不會發光吧 欸不是喔 你看喔 這個只要旋轉 往上旋轉 那因為就是晚上的時候 我可能就是 不想要那麼多資料 那麼亮 我就只要這樣顯色這樣子 而且重點 你不用到設定去欸 很方便對不對 很快速很直覺 我要額外再說一下 以往我們的Apple Watch 都會有兩種款式可以選擇 一個是行動網路版 一個是GPS版 行動網路版就是 它可以插入eSync卡 讓它具備了電話的功能 對 可是這一代Ultra 很特別是 它沒有任何選擇了 它同意給你的 就是行動網路版 重點呢 它的GPS呢 跟一般Apple Watch 差異最大的地方在於 它有兩個GPS定位 那就是更精準的意思 它有個特別的功能叫回溯 我們現在測試給觀眾看 好啦 我們現在來測試一個功能 像我們去爬山的時候 最怕什麼 上去不知道怎麼下來 喔迷路啦 因為山路 其實都長得很像 對 就是說 它幫你出發點定位之後 爬完你要回來的時候 你可以設定 讓它導航帶你回去 所以啊 我們現在就來測試看看 就是說 這個功能到底有沒有 它說得這麼好用 我們就先開啟 這找我測試最那個了 因為雖然我住在這邊 已經將近一年了 可是 我家附近以外的區域 我真的還是分不太清楚 不用GPS 基本上我是找不到路回家的 對 我們就是 你隨便開 等一下我們就 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就利用它來回溯 好啦 我們大概開了差不多 好幾公里了 現在我們就把它按下去 看它會用怎樣的方式 指引我們 帶領我們是不是 好 反向追蹤路徑 欸 到了 到了 欸它很準確欸 然後它到了 它顯示什麼 以抵達 哇 它準確度百分之百 對 就在這個點 欸我真的很扯 這沒有作假 它真的是百分之百 超級準的 好啦 剛剛就是在外面 遭蹤了一下之後 我就覺得 很好搭 很漂亮欸 很顯眼 其實不管 女生或男生 都很適合 它不是僅限於男生而已 而且 不是真的一定要 拿它來做極限運動 其實它買來做一些 日常使用 也很適合 就是其實極限運動 那一塊啊 是真的說給 如果你有更多的需求 的人的話 它不會說完全沒有這個功能這樣子 就是備而不用的一個概念 然後表面的話 也是比我想中 因為一開始還會想說 有些女生 她就不喜歡太大 感覺太粗獷 可是我後來發現 欸其實也不會欸 因為它橘色的 一個配色 真的是很強眼 很時尚 這就是 如果你是走在時代尖端的人 你不能錯過這一個 所以我為什麼會說 它的出現 真的是 這次蘋果發表會 最大的亮點 你有沒有這麼覺得 真的覺得說 看到它 比看到iPhone14還興奮 所以啊 如果這一次 有預算的朋友們 想要升級 想要買一個東西 犒賞自己 但是你又不知道買什麼 我會推薦大家買這個 會讓你非常有感 欸我覺得它滑的速度好快喔 還是我之前那個太舊了 好啦 做結尾 喔 做結尾 喔 就這樣子啦 好啦 反正總之 如果你也剛好想要換手錶 或是單純 你就是喜歡這個配色 我告訴你 這就是一定要購買的好不好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 按讚 還有追蹤我的IG 如果想要支持媽咪的呢 你也可以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囉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真的是啦 女生開箱就是這樣 不專業 興奮到連這都忘記介紹 編織線的充電插座 嗯 這是很大的襯擊 還好我們不是走這一條路線